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其中我们且不看这些主要军事大国生产的先进武器 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和俄罗斯可能使用的伊朗短程导弹 这两种武器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但是它们都是由乌克兰或者伊朗自行研制生产的装备 某种意义上都属于叫做穷国自行研制的装备 那一个弹道导弹一个巡航导弹都在战场上证明了自身的作用 那么未来对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 这种武器很可能就是他们有希望在自己国内生产制造 而主要大国也可能会生产类似武器并且用于外貌的 那么这里我们就先聊聊乌克兰的原面包无人机 泽连斯基此前亲自发布了这种无人机的相关消息 并且生产用它袭击俄罗斯的机场 以消灭弓箭手而不是击落箭的方式来缓解 乌克兰面临的俄罗斯滑翔炸弹的威胁 从目前乌克兰发布的原面包无人机的视频和简图 推测这种无人机应该也是分为多种型号的 其中视频里出现的无人机尺寸和现场操作人员 仅比较的话 我们大致推断其长度为1.7到2.0米 翼展约为2.5米 采用压式布局双垂直尾翼 据称能够携带25公斤左右的弹头 发动机推测为航母Open发动机 据称其射程接近2000公里 制导方式推测为GPS卫星制导 视频中可以看到两名操作人员 抬着无人机包装箱行走 那么推测其总重量应该在100公斤以下 不过这个尺寸重量参数和它的射程相比 就有点对不上号了 这样小的无人机应该飞不了2000公里这么远 几百公里那倒下差不多 重量起码一吨 能够带上至少150公斤左右的载盒 这就比较合理了 作为一种手挫无人机 这种武器的使用过程 和我们熟悉的巡航导弹有比较大的差别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原面包无人机的发射过程 它基本上是从机场或者类似的场地 自行滑跑起飞 起楼架使用一个滑车 滑车在跑到尽头会撞上障碍物 以后停止 可以拖回来用于下一架无人机的发射 同时无人机本身在发射前 也是装在一个包装箱内 发射时需要在发射场地现场进行组装 应该说这显然和通常的巡航导弹相比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如果视频里这种小号原面包的话 那还好 毕竟它的尺寸还很小 两个人可以抬走 现场组装的过程也比较轻松 但如果是尺寸较大的型号 就有点复杂了 可能现场还需要起重机 来协助完成无人机 从包装箱到发射滑车上的转移过程 而安装弹液 加注燃料这些工作也会比较复杂 最主要的是需要让发射人员 停留在现场进行比较长的时间的操作 如果是重量比较大的无人机 要在一个机场上整备出几十架来的话 那需要的时间就会很长了 可能需要几十上百人 忙活几天甚至更久 如果对手的侦察情报功能到位 那么就有可能出现 无人机还在组装的时候 就首先遭到对手反击的情况 而为了加强攻击效果 又最好采取比较密集的起飞 当然了 这也有解决办法吧 首先就是 可以从多个发射场同时进行发射准备 然后按照约定时间同时放飞 而在这个过程中 也可以采取一些伪装措施 由于这种无人机外形 比较容易和其他各种的军民用设备 不能起奥 躲过对手的侦察的机会还是挺大 那相比使用正规的导弹 这样做的主要缺点 那就是需要的人手会更多 所以乌克兰之前 组织对俄罗斯境内的几十架无人机攻击 那无人机的发射时间 差不多也是在24小时之内 目录续续续进行的 很可能是因为这些无人机的起飞地点 也是分成了很多个 那这样的做法 对防御无人机的一方来说 其实也是有利有弊的 有利的一点 对手的无人机 都是零散的一架两架的飞篮 如果防御措施给力 那么照理说 就没有什么被宝核打击 无法拦截的问题了 那么完全可以好征以侠 将其陆续击落 正如我们一些朋友所说的 如果海峡对岸的伪政权 想要学乌克兰弄这一出 那么他们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海峡天前 毕竟这些无人机 必须飞越一大片海面 那是很容易被制空巡逻的战斗机 以及地面海上的防空火力 发现和击落的 就像胡塞对美国海军的攻击 虽然声势很大 但实际打击效果 也就零行打中一些货船 最大的效果 可能也就是造成 美国海空军作战人员 因为长时间紧张的环境下 进行巡逻任务 而感到严重的疲劳 那不利的地方就在于 要对敌方无人机发射场 进行打击 那就需要比较强的 侦察能力和快速打击的能力 由于俄罗斯目前的侦察能量 要分配给那些 更重要的战场目标 对于这些极异被认为 不那么重要的目标 其侦察打击力度 就显然不够了 即使能打掉一两个发射分队 也不能阻止对手的攻击 这和战场监视能力强大 打击火力反应时间 也很快的其他大国的军队 那是不能相提并问的 那这样的作战方式 如果是要用来 打击战场目标 显然是不会取得 多少实战效果的 但是在俄乌这样的房间下 却有利于乌克兰一方 发挥自身国土面积广阔 工农业设备密集的特点 可以将这些无人机 隐藏在各种的民用设施当中 利用机场公路 乃至可能是一块平坦的草地 就可以进行放飞 也可以让俄罗斯总体上 比较松散落后的防空系统 疲于奔命 那对于这些低空目标 俄罗斯现在最大的短板 那就是缺少预警机 仅有的少数预警机 需要优先保障战场作战 而用来进行 国土防空作战的作战系统 还得依赖地面雷达 其中很多地面雷达都十分的老旧 对于低空目标预警能力很差 当然俄罗斯也有预警气球 这类的系统 但是数量很少 基本发挥不了什么决定的作用 因此乌克兰的这些圆面包 在这样的环境下 完全可以发挥出不小的作用 只不过由于乌克兰 目前国内那些传统的制造企业 已经无法正常运转了 因此制造这些无人机 或者叫土制巡航导弹 就需要基本依赖国际市场 获得零部件 比如说捷克的发动机 美国的导航系统 加拿大的自动驾驶 注意说堕面 机翼 机身 这些部件也可能需要 通过国际市场采购来获得 从民营无人机和航母组件上挪用 本质上 这和俄罗斯生产 柳叶刀无人机的供应量 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里面 其实还有个禁运的问题 比如说国际市场 对于能够用于制造 射程超过300公里的导弹 火箭弹的相关技术 是有限制的吗 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 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 毕竟大家都知道 美国很多军火企业 都已经参与到了 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当中了 之前用图144无人机 攻击俄罗斯的时候 就已经有消息说 这种无人机的改造工作中 就有美国雷西安公司的深度残余 那这个时候 MTCR超约这类的东西 当然拿不住美国人 只要没有明面上 向乌克兰直接提供 射程超过300公里的导弹 美国人就可以继续假装不知道 这些事不就完了吗 至于说乌克兰 以伊斯卡德尔导弹 为蓝本制造的 雷霆2弹道导弹这类的武器 那且不说它里面 有多少美国零不见 至少这玩意 现在这不也造不出多少吗 只不过现在来看 相关技术装备出口管制 还是有效的吗 这种管制已经严重限制了 乌克兰继续扩大 类似圆面包这个级别的 无人机生产规模 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对俄罗斯 无人机攻击的规模 依然难以进一步扩大 也表明美国没有大规模 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原料和设备 毕竟那捷克航模厂 就算搓发动机搓出火花来 它的生产规模也就那么大 不可能说再扩建几个厂区 来专门给乌克兰 大规模生产发动机 而乌克兰的主要城市 持续遭受俄罗斯的轰炸 也使得他们无法像 俄罗斯卡拉什尼科夫公司 搓柳叶刀那样 大规模的生产无人机 因为如果你真的找个超市 改造成无人机工厂 可能第二天 他就被几发伊斯坎德尔给炸了 所以只能是躲躲躲西藏 采用离散式工业的方式 来进行制作 这显然就严重限制了 他们的生产能力 对于FPV这类的小型无人机 那随便找个居民楼地下室 就可以开始搓了 所以乌克兰据称 现在他每天能制造 3000架FPV 当然我们都知道 实际上这就是拿无人机成品 拿来稍加改造而已 但是对于圆面包这样 执行的无人机 找个私家测库 那是搓不出来的 在俄乌双方情报人员 相互渗透的和筛子一样的情况下 想要悄悄的找个地方 大造特造无人机 那基本上也不大可能 所以乌克兰能用圆面包 给俄罗斯制造一些麻烦 但是要想达到扭转战局这样的效果 恐怕是不行 那和乌克兰相比 伊朗的环境 再怎么说还是好太多了 革命卫队的地下导弹工厂 大家也都瞧到过 虽然看不到它工厂的具体设备 至少从规模来看 也是不样于当年纳粹德国 在佩内明德的V2导弹地下工厂 伊朗目前最常用的短程滴滴导弹 是征服者110系列 这系列导弹的最初技术来源 说起来那也不是谦虚 那就是红旗二讲的 当然它现在已经不是拿红旗二导弹 改改改成对地这样的水平了 而是自行研制的一种导弹了 如果从制造的角度来说 那么征服者110导弹的弹体 固体火箭发动机 弹翼这些部件 都已经完全可以在伊朗国内 完成从矿石到导弹的 成过程自主生产了 毕竟伊朗它也是个石油大国 国内制造高性能钢管的能力 那是不缺的 能造炮管 那也就能造高性能火箭的可提 这真的是没什么大问题 仍需要从国外进口的 可能是弹上的电子设计 因为伊朗本身 基本也不具备生产 高性能集成新电路芯片的能力 不过这些东西好办 直接进口商用芯片 它没有任何障碍 卫星导航现在那大事都是这 用GPS 哥罗纳斯 北斗导航信号 如果要精度实在需要提高 那就在地面上设一个插分信号发射台 导弹上的设备就可以提高导航精度了 对于射程几百公里的导弹来说 这个就完全够用了 那要说起来的话 对伊朗来说 射程达到七百公里的 征服者110改进型 或者叫佐勒菲卡尔导弹 可能在制造上还需要一些国外的原材料 比如说它的弹体 还需要碳纤维缠绕钢管来制造 那么这确实就不是他们自己 完全能够解决的了 至少碳纤维得从国外买吧 不过由于某大国十几年前就已经突破了 西方高性能碳纤维垄断地位 所以在国际上这种类型的碳纤维价格 现在已经大幅度下跌了 在不涉及制裁的前提下 也完全能够大量购买 所以这也不承担问题 至于说完全用钢壳体的征服者110 那伊朗人基本上可以可劲造 甚至其实这种导弹 说的好听点是导弹 说的不好听点 它就是个制导火箭 有什么难的 现在伊朗完全可以大量生产 其实对于俄罗斯也一样 只不过俄罗斯的军工产业的产能 现在要集中力量 造炮弹造坦克 那才会有比较大的产能瓶颈 乃至需要从伊朗朝鲜购买 其实如果换个有稳定渠道 获得高性能载重型载重卡车的国家的话 它完全没有必要像伊朗 这个法塔核110这样 现在用民用小卡车 在后面装一个大的发射架 带1枚导弹 那完全可以用发射管 在重型的载重卡车后面 装上4到6枚 没错 我说的就是朝鲜的600毫米超大进防射炮 这玩意儿和伊朗的这个法塔核110 其实就是类似的东西 不过如果说俄罗斯目前面对的战场的话 伊朗的导弹要完全满足俄军的需求 也是有难度的 这不是据说这次也就提供了两三百枚吗 这也就是一次大规模袭击发射的数量而已 虽然我们说伊朗能可劲造 法塔核110 但实际上由于工厂规模 需要进口电子设备这方面的限制 其实际产能也不大可能和某东方大国的火箭炮部队那样 能有几万发一批次这样的水平 估计也就只能做到上千发左右的量级 可能努力努力拿到几千发 如果俄罗斯真的和北约全面开战 那这点量显然就是飞水车型了 那作为一种战术武器 数量管购实在是第一要务 我们前面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 105毫米鹰眼自信火炮的时候就说过 如果美国能一次向乌克兰提供 上千门这种火炮 加上几十万发的炮弹 那么可能这玩意儿 真的是能改变俄乌战场的状态 但是事实上美国大概只提供了各卫手的车 那其他武器也是这样 乌克兰手里的北约现代化装备 往往都只有几十辆上百辆这样的水平 那还要撒到几千公里的战场上 即使全部集中在一起 也不敢说能够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更何况他们事实上只能分散使用 所以说上面说到的这些武器的特点来看的话 无人机它更适合于分散的游击作战 而火箭弹更适合作为战场机动作战的利器 往往都可以让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通过国际市场合法或者非法的采购一些零部件 就能够实现较大批量的生产 这是这些武器的主要优势 能够大大提高这些国家的作战能力 只是对于全国来说 不管是无人机还是战斗作战 你说它有没有用 但肯定是有用 在对付他们同等水平的对手的时候 在这些大国看来也就那么回事的武器 可能就是决定战场胜负的绝生利器了 但如果碰上的对手明显比他们高一个层次 那越级反杀就太难了 指望一两种高科技武器就想要改变力量对比 要么是美好的梦想 要么那就是金融骗子在做他们的工作了 说到底 现代战争它是综合国力的底品 而这其中制造业规模和完整性 它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 好了 本期节目咱们就说到这儿 咱们下回再见 哈啰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